这节我们继续请来由中国通行证券投资策略联席总监员 这是Herry 我们这节会谈谈 出了几个盈起 但是股价都要跌 都几多下的特步国际 几个盈起因为中五出的 先看看他说到预去年全年的纯利 二年增幅至少七成 因为做过计算的话 拿回公司对上一年 全年条数就是赚五亿多去计算的话 换言之去年 total的数就赚到最少八亿七千万左右 还有他也有说到因为期内收入又大增 无理率升 都是主力靠他的主品牌 主品牌也都推了很多不同的生产品 和零售渠道也都有升级 然后令到代理商的销售订单都很厉害 而主品牌下半年的收入都增长有超过三成 还有主品牌的电商业务和儿童业务完成重组之后 收入增速亦都加快 就这样看因为盈起不意外 你看看用品很多只都是陆续发盈起 最重要都是拆开上下半年去比较 因为上半年的纯利都可以升到七成二 现在全年才说升最少七成的时候 近乎没有增长的 这个就是这个盈起反映其实一点都不特别 我会这样看的 因为本身特报 你计算上下半年这样拆分 下半年好像对比上半年没有特别的增长 但是这样去看这件事 我觉得有一点吹门吐痴 还有就有一点要求过高 因为始终上半年如果你对于体育用品市场 包括特报自己本身 其实就有个新疆棉的基数效应 那段时间大家冲进去买国内品牌 就不喜欢抵制国际品牌 所以基数会特别高 所以如果你说你这样放下去下半年 它叫做比起上半年没有增长 我觉得它交到数又可以了 讲真一句 因为它其实如果相对来说 那个预测PE又不是特别高 你讲的都是20-30倍 那它出到这样的顺利增长 那结合它的毛利率又一直在增长 那我觉得其实这次的数 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收获的 反而我还在害怕它下半年会不会跌回头 那这次的数字它都是 如果我想半年比其实都是持平 那其实市场来说就不会说太过吹毛求疵 但是因为2020年尤其是那个有疫情的问题 那个基数不是低一点 那如果你说就这样跟2020年去比 那都不是很见真章 正确一点的话 当然是跟疫情前 就是2019年去比较 那会大家再清晰一点 看一下公司改善有多厉害 那因为如果我比2019年的话 它推算的增幅有两成左右 那算不算算ok呢 因为其他很多体育用品股 什么里宁安踏那些 其实都已经可以业绩 增长回疫情前水平 特报又说有做得几好呢 它本身如果你對比起19年那盤數 如果你檢查以往的一些順利數字 我又覺得又不是說真的太差 就是說它現在計算數不少於七成 我們根本是拿下限去計算 你計算了8億多 19年那個順利是7億2800萬 那還是有增長 也翻得上去的 只不過增長幅度就不是那些四五十個巴仙走上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特步來講 我唯一比較擔心的就是 它近幾段時間在特步通常是鞋底出身的 做鞋底起家 對比在李寧和安答來講 近這半年的Noise就真的好像少一些 你投資市場就很豐富的 它又有Hillhouse進去股 上上下下這樣 但是你說本身的品牌的Noise 我稍微認它好像正了一點的 所以我是擔心未來的發展能否持續得到 它又收了很多品牌回來的 所以他們又搞一些重組的東西的 所以就慢慢看特步 我又覺得相應來講 其實你買特步我覺得在股價上面 如果你做一個投資者 你已經舒服過安答很多了 安答的數字你會見到很害怕 這個股票是不行的 哇 倒到看到它從高位達下來 達得很厲害的 特步的高位都是15個多而已 現在還有13元左右 其實達了1、2元而已 我覺得相應來講 其實特步我覺得是在體育用品股之中 不是太差的那一隻來的 但是現在實際上人物有多種的 就是了現在你買了一個 而為人來說 是在體育用品牌的 然後那邊也是 你也要買到 你買到在你的身體 用品牌的